這個債券的存續期間 短還是長 短對不對 為什麼 因為存續好像是加錢的 對 那它錢領的比較多 利息領的時候 利息又在前面領 對不對 嗯 很有道理 有沒有 那個梅林啊 但梅林他說 因為喔 漂命率高 漂命率高會反映在你 梅琪林的利息嘛 對不對 啊梅琪林 有第一期 第二期第三期 那都是在前面 本金是在最後面啊 對不對 對不對 那很多 有部分錢 開始往前面移動 他認為比較低啊 所以他認為那個平均 環本的期間比較短 所以他風險會比較低 對不對 至終你還是覺得高嗎 還是低 對好 沒關係 我們算 到底有算就知道了 對不對 有算嗎 有沒有按 稍微算一下 如果有算的話 我們有按 我們有那個Duration的Excel的 可是很麻煩 那還要打那個日期 很麻煩 沒關係 我下課我算給你看 不能當場會浪費時間 我們現在問一下 你贊同 你贊同梅林的看法 但是他認為是 12%的漂命率率比較高嗎 存續性比較短 風險比較低 你贊同他的看法 請舉手 好 很好 你不贊同的請舉手 超哥不贊同 我一直在想 你12%的話算出來 應該那個值會變大 蛤 分母會變大 分子 因為我看計算機我不知道 對我知道 就是判斷嘛 就是判斷 分子變大 不是那個值會比2.7%還大嗎 但是 你這個變大 這個也會變大 不是嗎 這個也是這三個加起來的 阿分母的話是也會變 這個也會變大 這個三個也會變大 他到底是 前面變大比較大 還是後面變大比較大 對 在這個地方啊 他950那個會不會變大 會 12%的漂命率 當然比他漂命率高啊 這會變沒錯 可是這變的也是這三個 是不是分子也是也不變 因為這個是 這個就是這三個加起來嗎 不是嗎 對 因為我們要計算機 我一定要判斷 我會判斷錯誤 好 你要判斷錯誤 沒關係 你盡量不要用數學 判斷感覺就好 好 感覺 好 有沒有人算出來 2.697 2.697 所以比較低 所以恭喜 沒理你答對 很好 真的這樣子 我跟你講 為什麼要算 你才從你的直覺理念 不斷去修正你的想法 你都不能不算 然後就用平常想 會錯喔 你知道嗎 你會錯喔 好 我不是說超科的想法 我說我說 像我即使我這樣子 我去想很多事情 我會想錯 所以我必須要用科學驗稱 去慢慢的 把我的直覺 訓練 越訓練越精 知道嗎 數學不會騙人的 懂不懂 可是我 我要數學的原因是 他輔助我 讓我直覺怎麼樣 更清楚 我最後 我最後訓練目的 我就是要直覺 但是我得很清楚 等每個地方是對還是錯 非常非常清楚 像一帆上次那講得非常好 那個 我們上次那個四 那個什麼 四種利率啊 有沒有 有沒有什麼分析還本 那個 那個的確是16點多 他有算給我看 我不是講的那個利率的嗎 有什麼 什麼 一千塊還 一千二還 一三二零那個啊 還有一個不是分六七還 那利率很高啊 那直覺就講得很好 我覺得 那他跟我討論的時候 我覺得很不錯 就是那個想法 越令越精 很細很細的 都很清楚 那就夠 那就很棒 好 當然是 高票面利率的 早點還嘛 不是嗎 早點利息 相對而言嘛 相對而言 那風險是低的 懂不懂 懂不懂 它風險是低的 所以喔 影響存續期間因素 第一個很自然 到期期間越長 存續期間越長 懂不懂 到期間越長 本來就是越長嘛 這個就是自然的吧 但是我 你在旁邊 打個誇號 通常情況下 通常 不是百分之百 也有反例喔 你看很特殊喔 有反例喔 也有那種 期間越長的 那算算存續期間越短喔 有反例喔 真的喔 你找到反例 我就加你兩分 有反例喔 然後 票面利率越高 存續期間越短 就是風險越低 你記起來 存續期間就是風險 存續期間就是風險 存續期間就是風險的指標 知道嗎 懂不懂 攝氏就是溫度的指標 對不對 攝氏就是溫度的指標 攝氏30度 是甚麼意思 你懂 攝氏31度 是甚麼意思 存續期間是三年五年 你得懂 你是承受甚麼風險 懂不懂 值利率越高 存續期間越短 因為值利率保持報酬率嘛 報酬率越高當然 當然相對來講風險會比較低 第四個呢 零席債券存續期間 我跟你講零席債券是票面利率低到極致吧 就是零席 對不對 所以他存續期間最長 他是幾年 他到期幾年就是幾年 像我剛剛這個例子 這個是一年 這兩年是三年 他不是 他票面利率是10% 這票面利率不是 這票面利率是0% 對不對 零啊 因為中間沒給錢啊 對不對 懂不懂 所以用這來看的話 這是三年 這不是到三年啊 因為這個 這個是含了這個 這個這個的平均 而且存續期間不是三個 是個平均的概念 懂不懂 是年的平均概念 不是那個價值的概念 懂不懂 你說他比較高 所以分母比較大 不是那個意思 就是平均的 是那個年的平均的概念 懂不懂 那所以呢 所以零席債券的存續期間 最簡單 第四個 永續債券 無限期 無限期喔 永續債券是無限期喔 那到期期間是無限期喔 到期期間是無窮 無窮 無窮會不會寫 把8推倒 知道嗎 8會不會推倒 就是 就是 無窮 這叫無窮知道嗎 對不對 這無窮 然後 存續期間是1加2分之1 R就是報酬 R就是殖利率 所以他也是有限的 他也是有限的 有限的 好 我舉個例子好了 我是銀行管理者 我是現在 那個Bustle 2 Bustle 2開始 我們要做一些風險管理的 對不對 對不對 老闆就交代你說 去評估我們的資產品質 如果遇到 我們不是常常會有什麼 壓力測試嗎 如果利率 突然利率增高 2% 假設這樣子 那我整個資產負債 會有什麼結果 那我資產也都是債券 我的負債也都是債券 不是嗎 對不對 我吸收存款 也是一個固定 固定到期 有定存嘛 對不對 那我資產存續期間是幾年 我算算 資產存續期間是 10年 就是我平均放款 出去之後 平均我回收的錢 有沒有 從廠商回收的錢是10年 聽懂什麼 那我吸收存款呢 平均是5年 什麼意思 好 請問利率增高 利率增高 對你銀行而言 我利率增高 資產是不是會下降 負債是不是也會下降 對不對 但是兩個這樣的幅度有沒有一樣 不一樣 不一樣 如果不一樣的話 是不是影響到你權益了 因為我們資產等於什麼 我們資產等於 資產等於 負債加股東權益對不對 總是要很等是要等喔 你是股東你是關心什麼 是不是這個 好 利率增高 資產下降 負債也下降對不對 如果這兩個幅度一樣 那權益不受影響 問題是福頓沒一樣 我一樣 誰降的比較多 這是10年 這是5年 誰降比較多 利率增高 我問你利率增高 對銀行 對這樣的銀行 是有利還是不利 誰降的幅度比較大 10年降的幅度比較大嘛 他降的幅度比較小嘛 所以這個呢 這個要增才降 150 50 可以嗎 好 他降80 他降40 這只剩多少 蛤 40 是降還是升 好還是不好 不好 你全一掃之中 怎麼好呢 鏡子就下降了 聽懂什麼 所以你要做資產管理的負債管理 我們最擔心是利率嘛 像受險公司 每次利率一減 是不是受險公司 不是利得就利損 對不對 對不對 因為受險公司 他的那個 保單的預定率是固定的 對不對 要他投資那些債券啊 投資什麼 也都是固定的 受險公司也不會投資股票嘛 對不對 他投資一些公債嘛 對也是固定的 他就必須考慮到他的那個存續期間了 懂不懂 這個很 這個觀念很深對不對 知道齁 存續期間就這樣算 好我們 我們就我們這個單元就先把存續期間 先暫停一下 就是到 先到此這樣 到此為止 很好齁 他會覺得聽不太懂 我把這個地方補充一下 我們一般的放款齁 利率都會隨著浮動對不對 我們是講固定的 固定的話就會有存續 浮動 如果說我 我舉個例子好 你可以想一下 如果我的 我先有個債券是浮動利率債券 市場率多少就調多少 比如市場率10% 我的票面率就調成10% 我是不是等平價 市場率12% 我就把它調成12% 我還是不是平價 所以浮動利率的 存續期間是多少 蛤 多少 到期期間 不是 錯了 不是不是 浮動利率 浮動利率的存續期間 到底是多少 如果一個10年的浮動利率 我放款10年 我放款10年 可是我只要利率是10% 我就給你調10% 15%我就調15% 我這樣一個資產 存續期間 是多少 0 答對了 因為我沒有風險 我沒有風險是0 你剛剛就講0 對不對 這是0 我如果是10% 票面率是10% 我是不是原來是1000塊 假設我面額是1000塊 我價格是1000塊 市場率15% 假如高了喔 我的票面率呢 也調15% 對不對 我的價值呢 是不是1000 有沒有變 沒有變啊 完全沒變是不是0 我沒有那個變啊 我沒有起起落落 我沒有大笑大哭 有沒有 我剛剛不是大笑大哭嗎 小笑小哭嗎 我一點不笑不哭 我每天都在念經 對不對 我心如正 對不對 什麼 八方吹不動 什麼 身做什麼 反正就是我不受到任何影響 因為我的票面是 做啥 浮動的 所以當我票面是浮動 我跟妳講 你算出來的順序期間 就是0 真的可以算 你想研究 可以研究啊 交給妳 我不要交啦 交不完啦 交不完 可是同學我剛剛講說 我們通常三個月再調一次對不對 那妳就必須承受那三個月 還沒調的風險 那就是三個月 就這樣子 聽懂什麼 懂不懂 很簡單 如果說 市場率一動 妳的票面立刻動 妳的存需期間就是多少 0 這樣清楚意思嗎 跟妳的期間無關 所以呢 我剛剛舉的例子 就是有點顛倒對不對 我只是舉個例子而已 通常銀行的這個資產 都是可以調的嘛 所以調的比較快嘛 對不對 我們應該收比較快嘛 所以這邊會少 對不對 知道齁 那這邊會比較什麼 稍微長 我只舉個例子就長 知道嗎 所以利率超高 對它法是 有利的 懂不懂 那利率超低呢 就是不利 懂不懂 而且妳知道銀行的 銀行的經營的過程當中 這個比例通常是高還是低 銀行的資產負債 代表的權益 通常是高還是低 低耶 不是嗎 銀行大概百分之八九十都是什麼 負債啊 知道嗎 我寫給妳們的話 新生的話 我就告訴妳說 金融界就是拿社會資源去賺自己的錢 這樣聽懂意思嗎 金融界是拿別人的錢去賺我的錢 就是 所以金融界的人一定要懂得什麼 回報 妳是社會公器 妳憑什麼可以放款給別人 妳是拿社會的錢去放款給別人 你知道嗎 所以為什麼金融界是個高度管制的行業 懂不懂 所以這個是低的喔 這個通常 我們不是有什麼資本氏足率有沒有 8% 對啊 那多低 對不對 當然這個風險要算對不對 這8% 所以通常不高 萬一你利率一條 8%就立刻不見了對不對 沒有禁止回復 有沒有可能 當然有可能啊 所以這個風險的控管是很重要 剛剛 額外提到一個問題 我覺得蠻好的問題 我認為讀書 不應該老師教什麼 學什麼 妳要去思考各種想法 我只能教這裡而已啊 很多人都教不完 懂不懂 可轉公司再存續先怎麼算 又是另外一個問題啊 懂不懂 你可以去思考這個問題啊 我覺得應該去 有一點空間是 你是獨立的人 去思考你想要讀的東西 但是我要強調的是說 來這邊學習 就是要把你們過去 什麼被公式的那套方法 全部忘掉 全部變成一個什麼 直覺 懂不懂 但是還是要懂 我還是要調很多數學的原因 是因為 透過數學來精煉我的什麼 直覺 懂不懂 記起來齁 這概念是這樣子 所以 我以前在讀書的時候 這個 我們數學是學得非常深啊 可是我學完之後 我都還給老師了 真的我都還給老師 我學得很深 我可以學到 數學研究所的課 數學研究所的課 我去修耶 修台大數學研究所的課 嚇死我了 嚇死我 還是努力學 學完之後 很多都還回去 可是 我最後得到的是一個 抽象思考 抽象思考可以幫助我 去 把很多東西系統化 知道嗎 系統化 系統化之後 就形成你 你自己一套看吧 好 那我們現在來 看另外一個 有時候你在看那個 畫街日報的 Volt Street Journal的時候 他有時候 債券的那個 我應該有空 應該再加一些投影片 就是 他們在報告的時候 也會報告 所謂的修正的存續期間 那修正存續期間呢 只不過把原來存續期間 再除以1加R而已 懂不懂 好 那這樣好了 我還是先把我剛剛存續期間 這個道理講給你聽 如果說有一個債券存續期間是3年 它第一個意思 就是說 我的未來的現金流量 平均到達期間就是3年 這樣聽懂是嗎 好 這是第一個意思 第二個 這是第一個意思 第二個意思就是說 當我整個利率 上升1%的時候 整個利率喔 比如我原本是10%值利率 現在突然漲到11% 11% 11%是10% 10.01% 就是1% 突然增加那一剎那 增加的時候 我的資產價值是不是往下降 對不對 我資產價值呢 會降 3% 也就是說 如果我資產價值原本是100億 100億的 就變成多少 100億是變成多少 997億 這樣知道嗎 如果整個利率增加比例是 0.1% 那1% 懂不懂 我資產價值就降3% 這叫做彈性的概念 打8折增加5成 聽懂是嗎 那個概念 這就是利率彈性 這樣會不會 懂不懂 比如說我原本是利率是10% 對不對 那降了1% 1%是多少 就是10.1嘛 對不對 不是 9.9嘛 我的資產原本是100億 對不對 就增加到103億 那反向關係啊 這樣我就增啊 懂不懂 100到103是不是13% 那10到9.99 是不是1% 這樣清楚意思吧 類似這種概念 他類似這種概念 好 等一下有點講錯 因為我們的分母是1加R 有點講錯 好 有點講錯 不對啊 稍微講一下 大概是這樣子 如果原來利率是10% 1加R就是1 降1% 好 9% 這樣子 差不多這樣子 欸 1% 對 10%到9% 10%到9% 是不是1% 是這樣 不是10% 是1% 因為他分母不是R 他分母是1加R 你把它當作1就對了 啊 他不是1加R分之底啊嗎 對不對 你把這個當作1就好了 懂不懂 因為1點多 差不多嘛 大約 就是10% 降到9% 你就把 你不要管那個比例了 就不要管比例就對了 你就是10% 降到9% 是1%對不對 降1% 那這個就增加3% 這樣怎麼懂 大約 大約 我想是 大約 記起來就 記起來這個概念 怎麼懂 存續期間是3年 殖利率 從10%變9% 100塊變103塊 這樣懂 懂不懂 5年就100塊 100塊變成105塊 懂不懂 是這樣的概念 記起來 好 大約 我們用這樣大約想法 好